比如说说是什么讲的什么英语 是什么西红柿 美国超市红艳艳的西红柿 这个西红柿是在地球的另一端 另一个地方生产出来 它还是青绿的时候就被运过来 是用乙烯把它催红催熟 放上超市 你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新鲜的水果 而且香蕉也是一样 以前的像你注意一下 现在香蕉跟你的香蕉分别在哪 它不正常 不正常在什么 现在香蕉通常很黄很漂亮 外皮是很干净 正常的香蕉是放不了那么久的 一拿出来没多久就会烂 而且正常香蕉是充满斑点的 为什么现在那么黄呢 是因为现在全球越来越多人 帮衬这个超级市场 超级市场摆货的方法 一堆堆摆在灯下 它必须要好看 所以消费者注重的是 样子要漂亮 所以香蕉也被改造成 加药做成了这个样子 要不然的话 本来香蕉应该是有斑点 有斑点香蕉才比较有香蕉味 才比较好吃 对 有很多斑斑点点的东西 就是越难看的东西 越自然的东西 这个越好 味道不一样 然后你还说 只有一种东西 现在全球空气也好 水也好 土壤也好 从现在调查来看 15%到30%都已经被污染了 就是你即便再吃绿色食品 30%也被污染了 然后呢 只有一种东西污染是最少的 一种食物 就最难看的那种食物 土豆 土豆 土豆美国不也转基因了吗 土豆 你如果不吃转基因食物的话 它的污染量是比较小的 你把那个皮削掉 它里面都是它的果肉 就一大层的 那个污染量相对来说 就小一点 然后农作物 农药喷上去的也小一点 所以我一直在说 你们说转基因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转基因是有可能 它的安全 没有用80年一代人来做一个安全的检测 这个是它的问题 但是你想想看 我们这个人类 现在没有节制的利用这个资源 所有的人都想吃好的穿好的 那么人口又那么多 那比如说我们以前 我记得咱们做过三聚清安这个事情 牛奶这个事 那么所有的中国人 一下子多了10亿人要喝牛奶了 突然要喝牛奶了 这个牛奶哪来 母牛它现在挤不出那么多奶 那么除了像三聚清安一种方法之外 就是你挤得太平了之后 牛的母奶牛的这个整个的生理技能出现问题 听说这个奶牛奶牛的奶头都发炎了 对 挤到这程度 对它就是它经常发炎 你给它吃的饲料里头 有很多的农药 然后环境又不干净 然后你过量的去使用它 然后这个导致整个奶牛就是 它的体内免疫能力很差 所以为了对抗这个 为了让它天天能出奶 成本最低 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 大剂量的那个 三聚清安 不是三聚清 大剂量的这个给它打抗生素 就是这让它可以支撑下去 但是你知道它产的奶里边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毒素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 是一种转基因的奶牛 说它检测出来牛奶毒性小 还是说我们就喝现在这样的奶 毒性更小 我明白 你已经卖过这个意思 反正都完蛋了 对 那转基因说不定还好点 你是这意思吗 我是这个意思 还有另一层意思 我想因为我听过很多这种说法 就支持转基因的人有一种说法 因为现在我们面对一个什么矛盾 就没错 转基因大家都同意 其实我发现就算是很多赞成 推广转基因的人都赞成 这个食物我没办法说 百分之百的安全 其实也没什么食物能说百分百安全 可是问题是 它能够解决一个眼前的一个局面 这个局面是什么 全球暴增的人口 跟它背后的压力 这是最大的问题 今天地球最大的问题 人口增长太快 我们粮食根本不够 地球原来用我们的 所谓的自然生产方法 大家都饿死了 不晓得多少人了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必须用一些异常的手段 才能够供应出这么多东西 就像牛奶那个例子 你不要说中国 其实美国也一样 美国牛奶就算没有下三句轻案 但美国很多奶厂 都有个必要的一个工序 就这个挤出来的奶要经过一个工序 就过滤掉里面的血 因为那个牛奶奶牛挤出血来了 已经那个奶头 天哪 好家伙 要除血 吃的是草挤的是奶 而且我告诉你 现在牛都不吃草了 你知道 当然不吃草了 美国人搞的这个 他要让他大量种这个廉价玉米 然后给牛吃草 不吃草了 给牛吃玉米 对 给牛吃玉米呢 然后就会造成啊 牛有几个胃的什么的 然后呢 牛长期消化这个玉米啊 他不用反出 导致他这个胃里会有一种 某一种叫什么利息 什么舍利息式大肠杆菌 那么这种大肠杆菌怎么办呢 都有了人病了 那个要美国赔了 再下药 然后呢 你到美国的车间跟化学实验室似的 说我们再把这个牛肉啊 你在这里边就撒点这个药 撒点那个药 就完全化学了 给它除菌 你说这最后吃的这个肉饼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到底是什么 所以现在的这个 我们现在理解是这样 这些奶牛肉牛也好 你不能再把它看成一个动物了 现在理解是把它本身 看成一个小型工厂 你要理解每一头奶牛 这是个小型工厂 这个工厂 它能够顺利的每天产出这样的牛奶 是经过大量的人工手段的介入 介入到他身体 他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被人用药物 各种各种手段去把它调整过 对 它才能够产出 当然我有点明白叶潭这个意思 但是我感觉呢 就是说已经要完蛋了 对吧 但是这个转基因会不会更惨 因为它是粮食 主粮 将来这个要是我们吃的 都是转基因的水稻 你像我这个外行 一听转基因这个词 我就跟他们民意调查 83.4%的那个网友是一样的 根本不考虑 如果有选择 我当然不吃转基因 而且我给你看看一些资料 我给有网友提一些问题 如果转基因食品是无辜的 为什么2006年世界绿色和平组织 针对亨市婴儿米粉中 含有转基因成分公开指责 为什么中国政府强烈要求亨市 在中国销售的 含有转基因成分的 五种叶儿米粉产品撤价 如果它是无辜的 为什么对雀巢 在中国销售的六种食品 含有转基因成分 提出谴责 为什么雀巢 对欧美和对中国销售的产品 存在双重标准 如果是什么无害的 为什么98年苏格兰的 什么普斯泰教授 通过小白鼠试验后发现 食用转基因土豆 和小白鼠出现严重的免疫功能紊乱 和智力下降 我还听说奥地利的科学家 说这个转基因 小白鼠吃了之后 发现生育能力下降 到养到他孙子 鼠孙子的时候 第三代的时候 体重下降 身长变短 这又怎么回事 这个质疑 我还可以有一连串的质疑 类似于这样的质疑 但是我觉得 这前面两个质疑 基本上是指责 中国政府不作为 为什么呢 你如果不设立一个 转基因的标准 那么人家当然 我就愿意跟非基因 我们现在是任意的 偶然的在做事 对 混为一谈 对不对 这样子我就可以卖得出去 但是我中国政府 如果说我明确要求 第一 如果是转基因做的 你必须明明确确的告诉我 是转基因食物 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食品目标示 对 然后这个又很明显 就像吸烟有害健康一样 你给我标在烟壳上 你给我标在亨氏婴儿米粉的 最显眼的地方 所有人一看就能看到 我这是转基因米粉了 然后你还是不是 由消费者自己去选择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政府的一个规则的问题 对 你说的这很对 可是还有一个 我觉得主粮这个问题 即便你说我们政府定了 就是全标识 我刚才说了 你就一铺开 转基因水道 那很可能将来没有选择了 只能吃转基因水道 这个我想补充一点 其实现在还有一种 我觉得要提出另一种言论 来讲这个转基因的问题在哪 当然它很可能会有很多的害处 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 不确定 它有风险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质疑 此外还有第二个质疑 我觉得也很重要 这个质疑是什么呢 就是说转基因食品 就像刚才叶谭讲 它很容易很成功 因为它太好用 产量的效率太高了 效能太大了 所以它一推广出去 肯定有很多农民就抢着 用这个转基因的种子 或者转基因食品 可是这么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记得20世纪 人类历史上 曾经有过一场 很有名叫绿色革命的东西 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印度 就是一些科学家 改良一种水道的品种 结果这个水道品种呢 产量非常高 那么当时被夸耀为常 是个绿色革命嘛 就是救活了很多人 但后遗症现在出来了 这个后遗症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啊 这种品种啊太单一了 品种太单一 有个很大的问题 这问题在哪 一有虫害 一有传染病 就全垮 这个 然后呢 你一垮了之后 这次就要用药 或者要预防 你每次用药 或者做各种预防措施 带来的问题 就是加重这个水土的负担 而且呢 比如说各种的 这个田土的考虑 问题也都大了 然后最后环境 也会造成破坏 所以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转基因食品 独大之后啊 原来的品种的多样性 怎么办 这个多样性的价值在哪 这个地方 是什么